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标识符 学完标识符以后 要求大家知道标识符的定义规则 以及常见的命名约定 在讲解标识符之前 我们先对标识符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看这里 这是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时候的一些姓氏 中国人起名字的时候 是以姓开头名字结尾 通过这些姓氏 我就可以起出下面的名字 刘建国王翠花 但是你应该见不到下面这两个名字 唐AC人29 我们中国人起名字习惯 都是以汉字组成的 所以我们起名字的时候 它是有一些规则的 那么同样我们再给变量起名字 方法起名字 以及类起名字 它们也应该有一些规则 所以我们来说一下 标识符它是给类方法 变量等起名字的符号 那这个符号它应该有什么规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标识符的定义规则 第一个规则 它是由数字字母下发线和美元符组成 那么我们后面再给类方法 变量起名字的时候 也要参照这几个东西来组成 第二个不能以数字开头 第三个不能是关键字 也就是说加法中的关键字 我们是不用来起名字的 第四个区分大小写 也就是说如果我给出了一个大A和一个小A 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标识符 好了 知道了标识符的定义规则之后 我们来判断一下下面哪些变量是不符合规则的 来看这里第一个它是符合规则的 第二个也是符合规则的 第三个不符合规则 因为它以数字开头了 第四个是不符合规则的 因为它是关键字 第五个它是符合规则的 下发线开头没关系 数字字母是可以的 这个是不符合规则的 因为我们组成里面没有警号这个东西 这个是符合规则的 这个是符合规则的 有人说class不是关键字吗 看这里这个c是大写的 所以它不是关键字 这个也是符合规则的 所以这里有三个不符合规则的 这三个 好了 说完这几个不符合规则的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来两个变量 大家能看出这两个变量的区别吗 放在一行上好像不好看 对吧 我们把第二个换到下一行 这次我们就看出来了 第二行的这个比第一行的那个 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A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说一下 如果我们起名字的时候 没有一些规范 我们可能就起出这样的名字 不利于我们对名称的什么 区分 所以为了帮助我们对名称的区分 我们应该有一些命名的约定 来我们说一下常见命名约定 约定一 标识符是一个单词的时候 首字母小写 比如说name 约定二 标识符由多个单词组成 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小写 其他单词首字母大写 比如说firstname first这个单词 f小写了 name这个单词n大写了 那其实这两个约定 它是有个名称的 它的名称叫小驼峰命名法 那么说完这两个约定之后 我们还有两个约定 标识符是一个单词的时候 首字母大写 比如说still单词 约定二 标识符由多个单词组成的时候 每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 比如说good student 那么看完这两个约定 我要告诉你 它也是有名字的 请大家告诉我 它的名字是什么 没错 它的名字就是大驼峰命名法 好了 说完了小驼峰命名法 和大驼峰命名法 我再说一下 它们分别是针对什么来命名的 小驼峰命名法 它是针对方法和变量来命名的 大驼峰命名法 它是针对类来进行命名的 那么以后 我们再给类方法和变量起名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参照这些约定 当然我们最主要的 还是应该要参照前面的定义规则 然后再结合这个命名约定 我们就能起出非常符合规范的名称 好了 到这里标示符的定义规则 以及命名约定 我们就讲完了